第419章 离开 吃 当夜寒手掌上面的本命之火蔓延到霍天尊的手上时 一种恐怖的灼烧伤害当即在他的手掌上面蔓延开来 烈焰熊熊 疑点破面 霍天尊的手掌上都有一种肉香味在空气中散发出来 看到这一幕 感觉到这种恐怖的伤害性 霍天尊撤回霸兵黄泉 整个人都疯狂地后退了出去 体内的真气释放出来 足足过去了数秒钟 他才将手掌上面的那种妖艺火焰扑灭 但是霍天尊的这双手已经变成了胶肉 在那黑乎乎的胶肉下面都可以看见骨头 这种伤势想要完全恢复过来 短期内根本不可能 看着自己这只手霍天尊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眼中的杀鸡铺天盖地地朝着夜寒笼罩过来 阴森而恐怖 刚才那种火焰幸好伤害到的地方是他的手掌 如果是其他地方又或者是大面积被这种火焰处包围 那么就算以他那强悍的实力都会受重伤 甚至有死亡的危险 霍天尊 我这一招如何 叶寒的两手之上恐怖的火焰闪烁 他看着退出去一脸阴沉的霍天尊 说道 霍天尊 今日 你留不住我 就算加上外面的慈眉 你也没有把握 如果你真要一意孤行地把我留在这里 那么 那个代价你确定你能承受得起 叶寒 我还真是小瞧了你 霍天尊的手掌颤抖 他脸色阴沉地看着叶寒说道 所以 你现在是否还想继续把我留下来 叶寒说道 闻言 霍天尊的脸色沉默了下来 他的手掌紧紧地握着霸兵黄拳 就这样没有说话 见此 叶寒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那在下就告辞了 天尊 咱们后会有期 等等 见到叶寒就要这样离去 霍天尊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 使得叶寒转身看着他 道 天尊 难道还有事 霍天尊冷冷地说道 叶寒 今天我暂时先放过你 但是下次 你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 看来 我要多谢天尊高抬贵手了 叶寒淡淡一笑 转身走出了院子 在院子外面 黑寡妇 慈眉 第四天王三人 见到叶寒出来后 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讶异和震惊 叶寒 他怎么可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 站住 第四天王和慈眉道人 两人同时站在了叶寒的面前 眼神冷漠地注视着他 虽然他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今日绝对不能让叶寒活着离开这里来难宁 他们可就是为了杀叶寒而来的 岂能就这么让叶寒轻易地离开 让他走 院子里面或天尊那低沉的声音传了出来 听到这话 第四天王和慈眉道人两人心有不甘地让开了道路 让叶寒离去 叶寒看着同样是愤怒不已的黑寡妇咧嘴一笑 说道 寡妇 下次想我了 没必要弄得这么隆重 在酒店开好房间 在下自然来陪你 说吧 叶寒一脸邪笑地离去 在她的身后 是三双蕴含着杀意的目光 在注视着她的背影 天尊为何放走她 今天可是杀她最好的机会 黑寡妇三人走进了院子里面 看着背对着他们的霍天尊 黑寡妇的脸色相当的不好看 不过 观察能力仔细的慈眉 在这时却发现了霍天尊那被烧焦的手掌 这种烧伤程度都能看见骨头了 天尊 难道那小子慈眉道人的脸上 有着一股震惊之色 霍天尊点了点头 说道 这小子的实力很厉害 慈眉 你不是她的对手 而且 在她的身上 有我忌惮的东西 不然 你们认为 我真会如此轻易地放走她 于此网破 对我 对她来说都没有好处 要杀她 只能另寻机会了 听到霍天尊这话 慈眉道人脸上的震惊之色更甚 她竟然不是夜寒的对手 为什么她没有在夜寒的身上 感受到那股比她还强大的气息了 如果夜寒比她还强大 那岂不是说夜寒的境界 已经到了小任都巅峰 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任都巅峰 慈眉道人忍不住紧紧地握住了 她手中的浮沉 一脸杀鸡 那个年轻人实在太恐怖了 而且进步神速 前段时间才传出 她打通了都脉 晋级为小任都高手 但是 这才过去多久 夜寒就蹦跶到了小任都巅峰 这种情况 简直就是奇迹 此事就到这里 回总部 我要重新了解一下这个夜寒 他没你们表面了解的那么简单 在他的身上 一定有外人所不知道的秘密 霍天尊沉着脸说道 一条小巷子里面 夜寒吐出一口血之后 他靠在墙上 脸色十分苍白 然后抽出了一根烟点上 别看他刚才装着无事的样子 其实在和霍天尊交手的过程中 夜寒已经受了重伤 之所以装着无事的样子 也是不想让霍天尊看出端倪 如果让霍天尊知道他已经快不行了 只怕今天就真的不会让他离开了 当然如果真要鱼死网破 霍天尊也不见得能胜过全面爆发之下的夜寒 只是那种结果 不管是夜寒还是霍天尊 他们都不想看到两败俱伤 对他们两人来说 谁都没有好处 眼下这种结局算是最好的 霍天尊 好一个劲敌 夜寒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眼神显得有些凝重 他如果想要击杀霍天尊 以他此刻的实力除非龙拳剑在手 而且全面爆发赤油神谷的本命之火 才有一定的机会干掉霍天尊 中任都和小任都巅峰 看似只差了一步 但是两者之间的战斗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个中任都境界的高手 十招之内就能击杀一个小任都巅峰之境的人 夜寒能和霍天尊交手并且伤了他 而且还能离开 其实这已经算是逆天之举了 如果两人这一战传出去 只怕整个古武界都会因此震动 当然 两人这一战 除了今天在场的几个人除外 注定没有人会知道 在那个不起眼的院子里面 华南地下世界的霸主 和华东地下世界的新王者已经交过手了